据说看到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会信用一整年 把这份信用送给你们 现在是7点56 我现在是在梅里雪山观景台这里 这边是214国道的飞莱寺旁边 一会儿会有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 一会儿太阳从那边出来 太阳的光正好打在雪山上面 就形成日照金山的器官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人过来等待着日照金山了 今天的雪山特别的美啊 日照金山已经开始了 山间上面的颜色已经变成了微微的黄色 应该是微微的红色 这时候大家都举起手机 记录美好时刻 看看我这边相机拍的 现在太阳光已经照在了雪山的半山腰处 今年梅里雪山的这个雪量比较少 看起来不是那么金黄金黄的 有 你早点看 吧 遥传了 你 An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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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哈哈 是 Bald 然后 当主оп また 起那么早 就为了这个几秒钟 据说看到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 会信用一整年 把这封信用送给你们 这边的海拔是3400多米 这里的温度早上的话都在零下 这就是梅里雪山的魅力 这么寒冷的天气 依旧抵挡不住大家到这里 看雪山的热情 看完日照金山 很多游客都走了 这里送街安静了 今天的天空太蓝了 山顶上面泳彩太少了 要不然拍个岩石的话 会非常的漂亮 这个位置 看梅里雪山也很漂亮 有白塔做前景 天气万里无庸 这回游客也少了 我也准备回我停车的那个地方去了 旁边是214国道 这是一个新修的停车场 未来这个停车场肯定要被圈起来 要收停车费的 目前呢 还没有修建好 这两天呢 我就把车停在这个地方 这里很空旷 没有其他的人来打扰 我计划在这个地方先待上两天 之后赶往丙中路 开始丙叉叉之旅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老齐 一个自由的灵魂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